日本眾議院青壯派議員 紛紛走進大樓裡 就是這個畫面 讓日本媒體猜測 日本未來首相的大熱門 準備好參選了 就是小泉靜次郎 預計下週就會召開記者會 參選自民黨總裁 小泉靜次郎 是前日向小泉淳一郎之子 他的親信說 已經找到超過40位議員連署 供小泉靜次郎 角逐自民黨總裁 除了小泉以外 日本前外務大臣 茂木敏充也有動作 日本媒體報導 68歲的茂木敏充 和力廷小泉的前首相 官邑偉共進晚餐 摸手出馬參選的機會 另一位前外務大臣 河野太郎 據傳也會在本週 召開記者會宣布參選 自民黨總裁選舉 下個月12號才要公告 目前估計可能會有 多打11人要選 實說自民黨日本最大在野黨 立憲民主黨也要在下個月21號選出新的主席 日本兩大黨都要換新人領導 為即將到來的議員改選做好準備 TVBS新聞綜合報導